全國新增是287例 一共累計是12,500例 死亡人數是25例 花蓮縣今天新增確診的案例是2例 累計是47例 在今天我們的篩檢的部分 在兩個火車站篩檢了100多人 通通都是陰性 確診的案例是我們的安全帽的案家的延續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我們從萬華來的舅舅 來的也是這個延續 在居家隔離要解隔之前再驗一次PCR呈現陽性 第一個個案是案號是12587 它本身是案7555的友人 對不起 是友人 在居家隔離的期間 他的生活飲食都是由他的女兒 把他送到他的門口 然後他自己拿下來進去取 所以他並沒有與任何外人有明顯親密的接觸 那在6月7號的時候他自訴 因為我們確診之後回去問他身體的狀況 他自訴感覺上身體有點熱熱的 那有一點咳嗽 但是其實並沒有其他症狀 那咱也剛才講 因為他居家隔離將要結束 在6月12號會解隔 因此我們在6月10號的時候就把他帶去布里花蓮醫院去做核酸檢驗 結果沒想到是陽性 CT值是22.6 那另外一個個案也是在案12588 我想我們相信對於這個圖應該很陌生 那這個個案是案8181的先生 那這個個案是跟案8181的就是案6754的瑜伽學生 所以這個案8181做瑜伽 然後被確診 那他的先生在居家隔離的過程中 那在一樣的 他要在6月12號前解隔 因此我們在6月10號呢 一樣帶他去做這個核酸檢驗 結果沒想到是陽性 那CT值是16.5 16.5 那回問他說這段時間 他身體的狀況 那他也只說他在6月5號 稍微有一點喉嚨怪怪的 喉嚨不舒服 輕微的流鼻涕 那本身是一個退休的藥師 所以自己服用了一些藥 就沒有太在意 那不過不管我們說 那我在解隔之前 那他確診 那這個個案比較特別是 他的CT值是16.5 事實上這個是本身病毒量很多 而且也確實容易傳給別人 那所幸他在居家隔離解隔前被發現 因此他要接受進一步的治療 我們現在對於75歲的長者 還有原住民族65歲以上的長者 我們可以開始做 這個我們新冠疫苗的接種預約 曾偉還是要強調 疫苗還沒有到 到底來多少不知道 那這個因為CDC這個報載說 6月15號要開打 所以我們也準備 但是因為疫苗沒到數量不知曉 所以我們先用預約的方式 所以預約電話 在我們十三鄉鎮的我們的衛生所 都可以來進行預約 何時開始預約 6月15號 等於說是下禮拜二 過完端午節 開始上班的第一天 我們就可以來預約 該不會